大家好 我是KyoKyoです 今天我們繼續溫不同的文型 每次都覺得自己的開場很短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還是想我多吹點水 但不要緊 我們的影片最主要是用來溫習 所以我們就快點進入我們的正題 第一個我們今天要講的文型就是 前面就是名詞跟ダラケ 就表示正時貓貓或者滿時貓貓 即是有些不愉快的東西或是一些事 一般都是用於貶義詞 我們來看看第一句例子 小時候是小時候特別喜歡和小時候 跟哥哥們一起玩的 就玩到全身都是貓貓貓 大家看到這裡是滿是貓貓的意思 好 那我們第二個要講的就是這個 ダラドデスカ 前面是動詞的彈形 還有一個 ラドデスカ 很難記 我覺得大家都是記這個 發音容易記的 它的意思是這樣做怎樣 表示提議或者勸有的 這個中文好像很難明白 其實它的意思是 這樣做好不好 這樣的感覺 我們來看看這裡的例子 別的方法 別的方法 做完整看 看看怎樣 這裡大家看到 使用了デスカ 其實就是比較有禮貌的 另外你也可以用這個 イガダデスカ 或者ダライガダデスカ 就比較有禮貌的 這樣你朋友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就可以用回 ダラドデスカ 或者ダラド 這樣也可以的 我們今天先講這兩個文型 明天我們會繼續溫馨打字開圖 有很多文型在打字開圖 我們明天就一起努力 如果你想看三字卡可以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就在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再見